那么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是说我们的新型冠状病毒 是可防可治的 那我刚才也有医生讲了 它是怎么预防的 下面我们想请潘凯医生 给大家讲一下 新型冠状病毒是怎么 感染以后是怎么去治疗的呢 感谢刚刚医生 刚刚各位医生给我们讲了 新冠肺炎的一个 带速新冠肺炎的一个传染途径 包括新冠肺炎的一个预防 新冠肺炎的一个诊断 我先来谈一下 新冠肺炎的一个治疗 分为几点抢码 一个是病因治疗 病发症治疗 知识治疗和新样研发 一个病因治疗就是抗病毒 抗病毒第一个就是隔离 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 和自己的家人 不被更多的一个 保护自己的家人 不被病毒感染 或者保护其他陌生人 不被这个病毒感染 这也是治疗的第一步 然后微重症患者是进入ICU治疗 第二个抗病毒治疗 包括一个干扰素 阿里巴尾林 阿匹拉尾 包括一个 莫匹纳维 利托纳维 也就是网上经常说的 克里芝 还有一个阿比多尔 磷酸绿葵 这也是第五百指南当中 推荐了几个几样 但这几个药 有相对副作用 包括干扰素 它有一个肝生功能损害 假抗过敏反应发热等 第八尾林 它有一个 溶血性冰血 皮疹腿腹腺 胃肠的触血 它或发比拉尾 它有一个尿酸增加腹腺 做心理脂肪 降低和肝功能损害 包括我们 之前一直提到克里芝 它也有恶心 水减退和腹腺的反应 阿比多尔 也包括一些胃肠的反应 和肝功能损害 那磷酸绿葵 这是在外面能够买到的 它不断反应 有肝功能损害 还有典酸的心理失常 当然大家注意的 这个研究的心理失常 是可以致死的 而且是急性致死 包括致死之一样 是在二到四克 所以它还有一个 延迟性的磯膜水肿 包括天力下降 所以大家在 但被诊断 被诊断为新冠肺炎 不要到外面 药店里面去 忽然买药 希望还是到医院里面 去在医生的一个 医嘱下面 对症服药 否则自己吃药呢 会有许多副作用 第二个是一个并发症治疗 包括一个细菌感染 但是我们就要想 明明是一个病毒感染 为什么会并发细菌感染呢 而且在大部分收受的病人里面 抗生素也是第一时间使用的药物 因为我们和这个肺 肺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一个支气管 当肺被病毒感染之后 会形成痰液 然后而且在炎症刺激下 支气管会惊软 我们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 肺里面是有一些细菌的 但是这些细菌呢 为什么不会发病呢 它在有氧气和一个吸道通畅的情况下 这些细菌是不会在长期 在这个肺里面生长 但是一旦病毒性肺炎形成之后 痰液形成了 有一个粘附在支气管上的一个 培养基日一样的东西 然后支气管痙瘫了 痙瘫就气道不通畅 在这两个条件下 就肺里面的一个细菌统一生长 包括一个免疫力下降 更加加重了一个细菌感染 如果出现了一个 在新冠肺炎的基础上 出现痰液变色变黄 外周血白细胞 中心粒细胞体力的增加 还有C反应蛋白 SAA的增加 包括痰液 咽石子 这些罐洗液的细菌培养阳性 都可以提示一个细菌感染的话 新冠肺炎的病毒 虽然是首选攻击肺胞细胞 但是它对胃成道也是有一定的攻击作用 当新冠肺炎攻击胃肠粘膜的时候 就会导致腐泻 但这个腐泻一般不会特别严重 不会像一些感染性腹泻 或其他细菌性感染性腹泻 或者是一些肠液综合症一样的 也一天水泻 一般不会特别严重 治疗一般是以腸道卫生菌为主 包括胚肺抗、米亚等 它能够调节腸道菌群 然后可以抑制新冠肺炎 对胃肠粘膜的攻击 然后第三个我讲的这下是治疗 第一个就是吸氧 吸氧的作用就是改善肺炎的气体交换 预防或者纠正低氧血症 吸氧范围就是重症或微重症患者 可以用鼻刀管像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鼻刀管 它前端可以插进我们的鼻孔里面 另外一端可以接氧气 然后这是面罩的一样 就比鼻刀管稍微好一点 在吸氧的过程当中 需要不断监测患者动脉血氧 分压和一个氧饱和度 如果在一个鼻刀管吸氧 标准氧流量下的一个鼻刀管吸氧 仍不能改善患者的低氧血症的话 那么就需要勾流量吸氧 或者无创呼吸器辅助通气 高流量吸氧的话 就是一个加大一个 在鼻刀管吸氧或者面罩吸氧的情况下 加大一个氧的流量 然后无创呼吸器辅助通气呢 就是我们经常看见的一个面罩吸氧 就是一个小型面包机 那如果是高流量吸氧或者是无创呼吸机通气的话 在一个两个小时之后 患者的低氧小时症 血症仍没有明显改善的话 那么就需要有创呼吸器辅助通气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有创呼吸机 包括从一个气管里面插一根管子进去 当然是对微重症患者 气管里面插一根管子进去 然后又打一个气囊进去 可以来固定 然后外面接着可以 然后接个呼吸机 还有如果但是患者如果出现了一个 牙关紧闭啊 或者是有一些合同水肿 比较明显没法查管的情况下呢 只能以气管切开 然后就可以呼吸器辅助通气 但是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因为那些患者在症状改善之后 他可以一步一步来把管 然后可以自己自主呼吸 然后也可以出院 在下面就是挽救治疗 对于那种严重的ARDS患者 在人力资源充足的情况下 应当使用一个佛胃的辅助通气 大于12小时 一天大于12小时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急性无疑窘部综合症 也就是ARDS 是由肺内原因或肺内原因引起的 一个顽固性的低氧血症 这个ARDS就是一个新冠肺炎 在症状上逐步加重的过程 然后如果是无畏通气效果不佳的话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ACMO 也是我们网上一直在看到的一个东西 原理就是在股动脉和股经脉这里插管子 把一个静脉血流出来 流到一个人工费里面去 在人工费里面进行一个气体交换 当然是要是特别干净 然后再像一个滚轮一样的东西 把一个血液再回溯到它的股动脉里面 就是又是一个ACMO它的一个原理 一个机器是特别复杂 它本质上是一种改洋的人工心肺机 然后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磨肺和血泡 分别起到一个人工肺和人工心脏作用 为微重症的一个抢救的宝贵时间 但也有相关的并发症 包括一个机器的一个故障 或者是插缓相关的并发症 或者是因为一个管道也输一个义务 也会有溶血 或者是其他一个血酸形成之类的一些并发症 但是这些并发症都可控的 另外就是一个微重症患者的渲养知识 当出现感染性休克的话 可以使用一些微循环的药物 然后也是用一些去往活性药物 比如说前列DR-6542-6541和多巴胺等等 另外一个康复者的血浆治疗 也是网上经常提到的 适用于重症微重症患者 因为一个康复者完全康复的病人 他在新冠病人当中不会呼发 不会反复感染这个病毒 他在感染之后呢 就学当中有了一个对新冠病毒的抗体 在他有了抗体之后呢 这个新冠肺炎的人在没有这个抗体的时候 那么有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炎症因子分爆啊 或者是一个病毒的持续的一个 集体对免疫系统对病毒的一个持续反应啊 持续不能生成一个相关病毒的抗体 然后把一个康复者的一个抗体回溯到 现在重症和微重症的患者当中 可以起到就是延缓疾病发展 然后使这个微重症的患者 你体内的免疫反应不要过快不要过大 但是呢有他这个血浆之外有一个定的一个适应症吧 也有一个禁忌症 有严重心脏疾病 然后心功能不全身功能不全 肝心脑病的人 肾炎或者减量食用 因为这个血浆呢 它是属于总胶体蛋白 它塑进体内之后呢 会增加身体的胶体渗透压 如果是严重心脏疾病人呢 一下子塑进这么多蛋白 容易增加心脏符合 容易优伐心酸 然后肾炎的不全呢 就是容易要控制补业量 所以的话血浆治疗 对这些人来说呢需要慎用 然后刚性脑病人呢 因为是血浆治疗 这个血浆里面都蛋白 关性脑病人呢 他一般是会控制蛋白的一个摄入 所以关性脑病人也要慎用 第二个就是血液进化 是用于对于高炎症风暴的危重患者 它的一个功能就是 把体内的一些炎性因子 用血浆置换的方式 把它吸附在一个膜上面 然后把干净的 没有这个炎性因子的一个血液 血浆再回溜到一个患者体内 所以我们叫它一个血液进化技术 对一些患者来说也是适用的 然后就透析治疗 因为在新冠肺炎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会引起多性能功能的一个衰竭 当然其中包括肾功能衰竭 肾功能衰竭的时候呢 会引起肌肝过高 肌肌肝过高 然后少尿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他们进行透析治疗 就在一个武汉肺炎 武汉新冠肺炎的一个 微重症病人当中呢 也是很常见的 但它的并发症也是 像有过敏啊 是恒中和症啊 低血压啊 因为压 透析要把一部分的血液 放在一个机器里面去过滤 所以会有一部分人会造成低血压 不适应的人会造成低血压 还有高血压 还有一些管道的感染啊 发热啊 还有因为肌肉筋 因为可能要把一些钙粒子 都吸出去 然后还有一些溶血粗血等 但这些东西也是 这些并发症也是可控的 下面就是一个激素质量 这个激素质量使用于一个 动脉血气指标恶化 影像学性载迅速啊 还有一个机体研究反应 高度机构的患者 它的作用就是一个减轻炎症 抑制于过度的免疫反应 一般在武汉的患者 现在 假玻璃松龙呢 剂量不超过一到两毫克 每天和每天 一般疗程是在三到五天 不建议长期的使用 但可根据病情呢 适当延长这个使用 按照体重来算 像一个人大概是70公斤 80公斤来算了 一天的用量也就是一个80毫克到160毫克 一般在那里使用的一个尽量就40毫克BID 反应激素呢 它有一系列副作用 第一个 我们知道 刚刚看了就是激素 它有减轻炎症 抑制过度的免疫反应 那么 第一个它副作用就是延缓病毒的清除 之前就是在 刚刚各位医生说到了 一个病毒呢 它有许多时间 它是一个自线性疾病 它要等到体内的对病毒的抗体出来 那么 这个疾病可以慢慢的好转 那么现在抑制的免疫反应之后呢 这个抗体它就出来的时间要延长出来晚了 那么它技术的首先副作用就是延缓病毒清除 第二个 还有一些常见消化疗疏血 水平的波动 这代谢我们的骨子疏松血 水高水达主流等等 所以技术的话 是要慎用 一般是在危重和重症患者那里 才使用技术 接下来就是 在新冠肺炎刚刚 刚刚出现的时候 学刀曾发表一个题为 临床不支持糖病技术治疗 新冠肺炎的病毒性肺损伤的评论文章 因为在SARS的时候是大量的使用者他们的技术 结果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 有很多人在治疗以后出现了一个骨骨头坏死 就是一个骨子疏松的一个并发症 认为这个内骨存对患者几乎没有好 所以网上有很多对技术使用的一个探讨吧 而且在一开始治疗之后 在武汉那里 对微重和重症患者 他的一个对技术的一个反应啊 不是非常的理想 不是像SARS的时候 就是技术一样下去就瀝干净的效果 在武汉那里的微重症患者 并没有这样的效果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病理变化 在SARS的时候病理变化 就是一个肺胞腔当中的一个 肺细胞脱协性改变 肺肩的线化导致肺时变 就是说他在SARS的时候 肺时整体的这个肿 这个时候是有一个炎症反应导致一个水肿 这个时候是用技术呢 是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但新冠肺炎的病理变化呢 目前得到的资料 根据试检的结果 新冠肺炎的患者虽然跟SARS不太一样 但是炎症也是蛮厉害 但是跟SARS的不一样的情况 在哪里有大量的粘液 而且这个发现了和临床也是比较吻合的 一些患者虽然痰不太多 但是非常粘 阵囊通气 所以呢他这个新冠肺炎以这个痰为主 痰为主的话 用激素效果不是就会非常明显 而且这个痰比较粘 而不是像一种很细的痰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 应用激素的效果不会非常明显 还有先让其他治疗 包括一个机器复杂 血肠灰生化 核酸检测 然后刚刚就像提到的一样 这个新冠肺炎里面有很多 肺里面有很多的痰 我们要出现它排痰 保持上肌道 止咳 出现感染性休克 要抗休克 然后出现发热了 发到38.5以上 首先最热 然后接下来讲有新药 一个流程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 为什么新药研发的这么慢 然后新药的一个 出现的一个时间也是这么长 因为它一个新药研发流 包括那个瑞德细纹 为什么到现在 没有这样大批量使用 是因为这个新药的研发 是有很长一个流程的 包括第一个步就是收集 该药已有的资料 包括你现在用了什么药 这个药 包括现有在市场上面的药 包括一个新药 它的以化新质 药理 药效毒理 这些资料都是要收集的 然后筛选主要的研究者 到底是 你这个研究者 够不够资格来主持这个研究 然后包括要准备许多文件 包括有合同 主要研究者 共同制定的一个临床方案 然后还有一个主要研究者 大家要召集起来 要开会讨论这个方案 和一个CRF表 也就是一个量表 再次要伦理委员会 同意 这个批建 接下来就是 一个试验药品的准备 在临床试验当之前 就要准备很多东西 各方的一个签订协议 还有试验人员的培训 还有试验的相关文件 表格 药品都发发了各个研究者 还有 这还有一个部署 比较长的一个官流程 就是 要到一个国家药监局那里去备案 这个部署是比较长的 然后 在备案之后 才能启动临床试验 把临床试验分为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一期临床试验 只是 发现这个药 然后 对这个药的对人体 是不是安全还不知道 所以在一期临床试验内 需要先对人体的安全性 进行评价 包括一个药物 是比较代谢的 二期临床试验呢 就是 初步观察一下 这个药对人体的 有没有资料作用 包括更大样本的 观察一下它的安全性 在二期临床成功的基础上 我们夸大样本 进行一个三期临床试验 后来样本 就是进一步验证 这个药物对目标 适应症患者 治疗作用和安全性 评价一个利益和风险关系 你这个药用下去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是不是 对它的一个治疗作用 大于它的一个副作用 这是三期临床 主要考量的一个目标 通过 如果通过这个三期临床 就可以上市 四期临床试验呢 就是 一个药物上市之后 更大量 那么大量药本的 一个 就 它这个药物上市之后 使用的人更加多了 在更加多的患者里面 在广泛的 观察它这个 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大家改进 在四期临床的时候 可以改进这个药物的使用 这就是一个 药的一个临床分歧 分为 以下期 三期 四期 它有 所需时间都是非常的长的 所需的一个患者的 样本量 每个期都是不一样的 目前正在试验的药物呢 是第一个受业的细微 受业的细微 为什么它时间长呢 因为它是 确确 确确实实的一个新药 它原来呢 是来 使用治疗 埃博拉病毒的 现在呢 这个埃博拉病毒 这个临床试验呢 还没有通过 就把它 拿来使用 治疗 这新冠病毒 现在呢 正在做三期试验 还有阿比多 就是俄罗斯的一个药 现在正在做二期试验 而克力汁呢 现在这是一个老药 现在正在扩大踏实阴症 做的是一个探索性研究的预试验 包括网上说的一个磷酸 氯葵 还有一个腔氯葵 都在做二期以上临床试验 还有指南里面推药 还有指南里面推荐 发皮拉文 也是在做二期以上临床试验 现在还有一个干细胞治疗 这个治疗呢 就是通过一个干细胞治疗 损伤 修补一个损伤的肺泡细胞 现在这个治疗呢 临床试验已经登记了 但还没有开展 接下来还有一个疫苗 疫苗有国外的一个 莫德纳公司 在四月呢 会把疫苗进行人体试验 到最后最终的结果呢 会在七月或八月公布 还有一个电影大学的 黄金海团队 他现在进度呢 就是初步把疫苗研发成功了 但尚未进行一个临床试验 这就是我主要讲的 谢谢大家 感谢潘凯医生 那个可以把摄像头打开 给大家打个招呼吗 可以 好了 谢谢 好 我们看到你了 感谢潘凯医生的为我们的讲解 可能我们的医生们 给大家讲解的时候 大家听了就觉得 其实非常的专业 其实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呢 就是力求专业 因为有很多内容 可能大家网上面都看到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讲那么多的 就是大家已经知道的内容 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是 尽量从专业的角度去 去准备了一下 那么刚才潘凯医生 讲的这个关于治疗方面呢 我帮他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为什么前面讲了 那么多支持治疗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 就是病毒感染 通常情况下 不像细菌感染那样 我们有那么多的药 可以去用来 直接去杀灭细菌 我们病毒感染的时候呢 往往没有那么多的药 只有那么个别的 几种病毒是有特效药物的 对于大多数病毒来说 并没有特效的药物 但是同时呢 我们的病毒啊 其实有一个这样 一个特点就是 绝大部分的病毒感染 有一个自限性 就是说他感染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自己会好的 所以治疗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他这个 整个的病程当中啊 进行好直治治疗 避免他出现这种严重的 也严重的并发症 使得他这个器官功能啊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 这样的损伤 危及到生命 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么后面呢 潘凯医生就讲了这个 新药的研发 新药的研发 他刚刚后面讲了几个 正在研究的 可能对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有杀密 直接杀密作用 这样一些抗病毒的药物 那么呢 重点想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些药物啊 他不能直接拿来用的 他的研究过程呢 需要经过 实验室里面的一个实验 比如说细胞上面啊 动物身上也要做一个实验 看看有没有效果 之后呢 还要在我们这样的人体 做一个实验 就是所谓的临床试验 那么一到四期的临床试验 那么刚才潘凯医生也讲了 最近在研究的几个药物 临床试验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所以就给大家说一下 之前有很多网上来报道 说什么这个药有效 那个药有效 在这一些科研人员 公布了这个药有效 那个药有效 那么大家呢 不用特别的过于激动 也不用不要说去药店 乱买这些药物 因为这些药物呢 其实只是在实验室 细胞或者动物身上的 实力有效 在人身上面 临床试验还正在开展